叫做膳器 大家有沒有聽過 男生 就是男生得的 對 膳器大家都以為是男生 不瞞各位說 在我當醫學系學生的剛開始 我的觀點是覺得膳器是男生的 是 結果後來到實習的時候才發現 有啊 其實膳器中文叫膳器 英文叫HERNIA HERNIA 其實膳器的概念叫做膨粗的意思 那我們一般講膳器 只想到這個 搞完這邊的所謂的膳器 那是因為腹骨溝 我們有個概念 搞完一開始是在腹腔裡面 在懷孕 你在胎兒的26週左右 男性才會從 搞完才會從 這個腹骨溝這邊 進到所謂的陰囊 如果在那個時間沒有下去 甚至後來沒有下去 就是所謂的銀鎬子 因為搞完就躲到上面去 你的陰囊裡面是空的 如果下去的過程當中 它本來一個通道被關起來了 沒有關得好 它有個比較脆弱的地方 以後就容易凹下去 就變成膳器 以前的膳器當然就是泌尿科 或者是小外科在開 因為多數小朋友的時候就會發現 其實男生女生都會有 但是我要講的膳器 是另外一種膳器 這名字沒聽過吧 沒有 橫隔膜膳器男生多還女生多呢 這又是女生多了 為什麼呢 橫隔膜膳器 所謂膳器我剛剛講就膨出 橫隔膜本來長在這裡 像一個屋頂一樣 但是什麼時候它容易鬆掉垮出來呢 因為懷孕的時候 整個肚子不斷的用力 很多撐鬆了 所以橫隔膜 尤其在食道 進道 穿過橫隔膜到所謂的腹腔的時候 這個空間鬆掉的時候 它就會鼓出來 鼓出來最典型就會產生胃酸逆流 這一類的症狀 這點在我太太就是最典型 對 它其實那時候一直胃酸逆流很嚴重 然後到後來呢 它就覺得它胖都是因為胃酸逆流 胃酸逆流是因為它懷孕 懷孕是因為我 所以最後就死了 最後背了很多原罪 到最後身為一個醫生 當然我們要運用我們專業知識 既然你認為你是胃酸逆流 我就去找胃酸逆流專門醫師 後來評估完的確是 它是胃酸逆流很嚴重型的 就我剛剛講橫隔膜的膳氣 整個鼓上來了 後來做完手術的矯正 的確就變瘦了 那我就過了非常平安的 這三年就過得滿久 男生也會有這種 男生也會 那男生可能要很胖的機會 那還有一個第三個名詞 叫復必得善氣 我最近有個個案就很慘 懷孕的時候 都很希望人家浪座給你對不對 對 生完六個月 在路上還有人浪座給你 你會怎麼樣 會想死 真的就是這樣 想這樣 它其實 它其實這種就是 不是體重胖的問題 對 因為它體重通常回去剩餘兩公斤 而且通常都是很瘦的人比較多 因為我們肚子有分非常多層 包含皮膚 脂肪 肌肉 翹膜 像這類病人常 因為它當初它的纖維組織 比較不是很強 所以生完以後 整個 所以真的走在路上 它肚皮還這麼大一坨 那這種就要看它鬆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只是皮膚鬆有時候運動 或者做一些 甚至美容的相關課程是可以改善 可是如果是裡面那個翹膜 整個鬆掉 甚至這種叫藉由手術 因為翹膜是非常堅韌的一層 它等於 我們人站在這邊 為什麼肚子不會鼓出來 是那一層裡面的鋼筋幫你 Hold住 所以那個到後來必須藉由手術 把兩個鬆掉的東西 把它重疊在一起 把它加強它才綁得住 像我們最近就協助了一個產後 其實很慘 它真的是六七個月 一開始 你知道 一開始你肚子鬆鬆的時候 你再抱怨 老公的態度一定都是安慰 因為老公怕 然後後來呢 這老公安慰到後來安慰不下去 因為他自己看得也很難過 因為一站起來 真的整個垮出來 那它最後是接著手術了 這個手術的話 我想整群外科也在這邊 其實就是類似我們叫 腹部移的拉皮手術 不是大家想要弄那麼容易 因為這個肚臍本來在這邊 我們肚皮多這麼一塊 對 整個切掉的時候 肚臍會跑位子 所以它要同步做肚臍要移 肚臍不會移到這裡 有點難 太奇怪了吧 但是肚臍本來你整個拉下去 肚臍會掉到很下面 所以肚臍要重新接到正常的位置 所以它鬆掉是這一塊 不是這一塊 對 這整塊 對 那不是只把皮拿掉 其實我剛剛提到 裡面的翹膜層要重疊起來 那像這個Case做完以後 他心情就好非常多 江醫師講的盲腸癌 其實我們在處理卵巢癌的某一型 叫做黏異型的 我們只要發現是黏異型的 一定要去看盲腸 對 因為他們的細胞分類很像 這是以前我們受了教育 那剛剛鄭耀壽講了 我其實很有感觸 我們當醫生其實最喜歡開一個刀進去 本來是我的 結果一開是別家的 我們很高興 我下巴 下巴探開 我都不騙你 但是最尷尬的 看到這開心是別人家的 我真的不騙你 你不了解 我們其實不是那麼愛情 有時候你知道這病情很刷 怪怪的 開進去不是我們的 然後就轉去 我想要看是幾點 晚上開的時候最喜歡 這別人的事情 摳別科 但是有兩種情形 是我們會很尷尬或很害怕的 第一個呢 就是開進去 其實搞不清楚是什麼 想要轉也沒得轉 因為比如說 他可能還是在肚子裡是 可能是我們副科的 另外一種是開進去 這種故事其實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 我們對於千變萬化的疾病 那真的需要經驗累積 我有點印象很深刻 在我年輕醫師時代 其實有一次跟著總醫師開刀 就開進去 肚子都是 看起來都是水裡面 一塊一塊腫塊 那時候我們就高度懷疑 是一個卵巢癌 可是我那時候看就覺得怪怪 我說 那個我跟總醫師講 總醫師 這個顏色怪怪的比較柔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一般卵巢癌 還有一些水的成分 它比較濁一點點 他說沒有 這就是卵巢癌 有時候就很高興 啪啪啪啪 全部幹掉了 卵巢癌的話 大概子宮卵巢 能清乾淨也清乾淨 腸膜上面能清也清 盲腸如果有需要 我們也會一起幹掉 結果後來報告出來 並一顆血 結合菌 結合 其實就很尷尬 結合菌是一種 我們大家聽到結合 只聽到肺結合 是的 其實結合菌 它是一種比較特別的菌種 它在全身都可以長 包含皮膚 腦 各個你想要的器官都可以長 可是它長起來 就一顆一粒一粒 到處轉移的感覺 其實真的長得很像二性松油 所以這case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因為結合菌 如果發現的話 它是一種藥物治療的疾病 其實它是不用開刀 對 但是還好這個病人是 還好是因為他也生育完成了 他覺得裡面有東西 這個我們話術稍微解釋一下 清理乾淨 你們是把裡面的瘋瘋幹掉 如果說還沒生起來 就是糾紛很大 對 其實還沒有生起來 我們反而會比較慎重 會很精細的解釋 就是因為它也完成生育任務 其實就清理乾淨 事後做化學 做結合菌的一個治療 其實就可以了 第二個個案是以前 我們那時候也很有名的個案 它其實是一個 那時候剛好一個教授 剛從別的醫學中心 被邀回我們的醫學中心 來當主任 結果一開進去 哇 這個長得亂七八糟的 一定是膀胱 或者某一種特殊腫瘤 這種腫瘤非常惡性 那你如果把它做部分切割的話 以後容易轉移 所以它就當場下決定 說這個要做 最徹底的清除 其實在我們骨盆腔手術 有一個叫 就是全部清除 那個其實 膀胱要切掉 腸子有範圍 影響的範圍要切掉 那腹膜要切掉的部分 很高興 因為那時候剛回來嘛 大教授要展現一下這種刀 而且那時候 跟刀剛好是我同學 他說以前沒看過這種刀 果然是大教授 結果開完以後呢 去化驗 糟了 報告是 所以你知道光一個化膿 有時候會模仿很多 這教授是因為經驗太多 他覺得跟他以前開過 一個罕見的癌症 太像了 他就直接開 其實在我們醫療上 大家經驗越多的時候 有時候反而保守 我們不是說不自信 像這種 我們會做個 當下先去給病理科 病理科先告訴我們 可能是什麼 但我也要講一下 忍痛見面不是最終報告 他只是大概 其實給你一個方向 其實我們就不用處理那麼多 但是還有一個更麻煩的就是 我們也搞不清楚什麼病 但是他反覆來找我 最近剛好有一個個案 他其實是蠻年輕的一個 一個女性才二幾歲 其實他是那個 節節性硬化症 節節性硬化症是什麼 它是一種先天遺傳的疾病 這種疾病其實簡單的講 它在皮膚 或者是很多腦的組織 它會產生一些發炎反應 就產生一粒一粒 所以你想就是節節 所以他那個節節會變硬的 不一定硬 但是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臉比較看得到 可是器官裡面你看不到 所以這類疾病 常常有時候是小兒科在照顧 因為小朋友他有時候到腦 就會產生 然後甚至於他在身體的器官 像膀胱心臟 都可能有找這種節節的腫瘤 好 這個case是怎樣呢 它本身就有節節硬化症 之前看也還不錯 莫名其妙 肚子 軟巢長的腫瘤 那腫瘤 還一陣子又附水 其實我們富產科 如果就知道 軟巢長一些硬一點的纖維瘤 又有附水 它是一個特殊症候群 叫眉隔式症候群 眉隔式症候群 就是軟巢纖維瘤加附水 可是這很尷尬 因為他才二十幾歲 沒生育 你不可能把整個軟巢幹掉 而且基本上也是要去找根源 就要查遍全身 找不到根源 只能把稍微纖維瘤 種比較硬一點的稍微切掉 軟巢還是保留給他 可是面臨一個問題 他每三個月 肚子就吸水一兩千cc 他就要去住院再放水 這個case 其實我現在也還沒有答案 不要認為我們找的 講的case都有答案 他到現在我沒有答案 其實有時候我會非常同情 因為大家了解 我們有時候講故事 聽的是故事 但對生病的人 他每天都在生病 其實他會很困擾 所以這個case我也正在找 我同學在做節節性硬化症 因為他剛好有個節節性硬化症 跟這個疾病有關嗎 也不一定 但是他軟巢 覆嘴 反覆的肌 他每次一放就是一兩千cc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他一陣子就要請假 於是他工作就很麻煩 所以很多罕見疾病 又多變化 其實對我們各科都是很奇怪 跟很困擾 我還是希望轉給別科 我覺得骨盆腔是女性的疾病 其實不是 我先講一個結構 雖然還是用女生的結構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骨盆腔有所謂的 真骨盆腔跟大範圍的骨盆腔 真骨盆腔其實以女生來講 就是膀胱子宮卵巢 這個部分 還有旁邊的腸子宮都算 男生還多一個叫攝護腺 對 所以之前在聯副總統 那時候曾經有一次被他說 那個聯副總統骨盆腔發炎 大家以為他亂寫寫錯 其實他的攝護腺發炎 也泛屬於骨盆腔發炎 你要注意到 他剛剛一直在問那個攝護腺 小腸的這個部分 都可以算在骨盆腔的發炎 那骨盆腔發炎 其實最常見的 我們剛剛講那麼多 好像一個痛只有一個兇手 我今天分享一個 其實很多疾病會混在一起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左下腹一直痛 左下腹痛 如果到一般急診科 會先排看看有沒有 如果是女生會找婦產科 然後順便找一下腸胃科看一下 是不是那邊有腸子的發炎 剛剛薑醫師講的 或者甚至結石燈 連舒染管結石都會想一想 其實這個案子其實看 我們婦產科有一坨東西在那邊 就是巧克力囊腫 感覺上找到兇手對不對 找婦產科 婦產科一看到巧克力囊腫 也滿好吃的 其實就是開刀治療 滿好吃的 不是說巧克力囊腫 是說這個治療算是有手機的 他的意思是說 很好開 幾副又高 叫做很好吃的意思 對 不是這樣子 只是巧克力囊腫 對 但是問題是 那個剛好是年輕組織醫師 罩子不夠亮 我跟你講這個巧克力囊腫 會痛到那樣子來 而且要再問一個 牠排隊的習慣改變 所以我們這種姿勢 馬上就知道 沒有那麼好Q 因為它一定巧克力囊腫 破掉吃到腸子去 果然開進去 巧克力囊腫撥一撥 撥一撥 撥一撥 怎麼跟腸子黏好近 撥一撥 撥一撥 怎麼會有一些 像黃核色的那種分泌物跑出來 不是巧克力囊腫嗎 是啊 結果是腸子就破掉了 所以這種Case就要照會外科來 就一起吃 其實它的左下腹痛 其實是有巧克力囊腫 還有腸子的疼痛 所以那時候只好一起開 一起開 開乾淨 就講我們這種是沒有準備過的 其實它大腸是很髒的 所以要先做一個罩口 三個月以後再接回去 對 大家覺得故事到這邊就結束了 沒有 撥回去以後 巧克力囊腫它是一種 還會持續的疾病 過了半年它又來了 這一次還是左下腹痛 大家一開始就會想說 是不是那邊有問題 可是它排便其實還好 結果它的內膜異味症 就繼續清洗在左下的部分 這是吃到做做的圈子 跟雲民的圈子 這種我有遇到過 對 結果是怎樣 它的酥尿管被包起來了 真的嗎 所以它酥尿管卡卡的尿 尿不下去 其實它就變成左下腹痛 到左腰的痛 因為腎水腫了 腎水腫 對 因為酥尿管它是一個運河 它下面下不去就當然就往上慢 所以就知道 它原胸是巧克力囊腫 但是後來是腸子發炎被吃破 最後還伴隨了 塑尿管的水腫跟腎水腫 只要急性嚴重的肚子痛 大家一定會來找醫生 可是有種情形 連醫生都可能會把它忽略掉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其實是在北區的醫學中心 那時候都懷孕24週 然後肚子有一個瘤 可是又很靠近子宮 所以那時候一直以為 是子宮的肌瘤 那因為吃不太好 那懷孕也會孕吐 那就想就算了就打點滴 所以她在醫學中心 那時候待了一個多禮拜 後來是因為我那時候還在桃園 她的姊妹特別轉回來給我看 但是我一看就不對 因為她就很像卡克斯亞 卡克斯亞就吃得不好 懷孕還瘦了6公斤 人瘦得還沒有到骷顱頭 可是很瘦 然後那時候就很尷尬 懷孕又快6個月 然後又有個肚子的腫瘤 怪怪的對不對 會不會痛 會因為她也是左上腹 之前以前那邊痛 後來因為怪怪的不舒服 整個肚子都吃不下 也整個肚子脹脹痛 一看就不對勁 強迫她 我們去做個核磁共振切一下 結果那一顆腫瘤 就反而像是一個 怪怪的淋巴瘤 我們就被迫跟她商量 說妳一定要取得檢底 我們一切就一切 那個是一個 然後後來去查原因是 未來的淋巴瘤 這個案子後來其實 下場沒有很好 因為其實化療淋巴瘤的化學 是可以做的 而且反應還不錯 可是我們那時候就跟她討論 妳要不要先做化療 其實寶寶有6個月 我們就繼續養下去 結果她是選擇把寶寶終止掉 然後再繼續做化療 因為那時候 就是產婦的媽媽講一句話 如果媽媽都不在 這小孩誰過 妳知道嗎 天啊 所以你看這個 6週 這種慢性的痛 有時候慢性怪怪的痛 也會不一樣 每個人在每個位置真的想了 那也有媽媽會選擇 妳不要管我 就等小孩生下來 也有 我們之前有些乳癌 最常見 有些乳癌 其實她 但是後期發現 其實還是有很多化療藥物 在懷孕的後期 都是可以用的 是可以做的 前三個月當然不行 可是我覺得 妳剛剛那一句話勸得很好 妳小孩誰來照顧我 這是她媽媽 因為她這樣一講 我們也不能幫她講話 又不能我們照顧 也不能養 身為一個品格高尚的醫師 要對極度品格高尚的 輸我們一點 對 智商敬益 當然還有一個超高尚的 就是急診科醫師 因為這些所有疾病 其實腹痛通常都會到急診科去 因為小腹痛多數人會忍著 忍著忍著到嚴重 通常是撈到急診科的頭上 如果那麼容易判別 我們腹痛就不用寫 這麼厚一本書 而且就不會那麼多網路上 謠傳是誤診 其實不是 因為每個疾病它有變化 我們腹產科比較特別 因為當有腹痛該檢查 該做X光 該做電腦斷層 大概就去做 可是如果遇到懷孕怎麼辦 怎麼辦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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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懷孕是可以做的 可是每個媽媽 懷孕的X光是可以做的 可是每個媽媽只要問一句話 這以後會不會對寶寶造成影響 對 對 我每次都回答她 如果變成超人 你會願意接受嗎 另外一個X光的暴露 其實標準答案是 8到15週的暴露 才會有一點影響 另外還有跟它暴露的量有關係 所以老實講 如果該做就做 第二個如果害怕 其實可以做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就沒有X光的普遍 對 我今天分享一個故事 其實我們婦產科 常遇到的是什麼 我曾經有兩個個案 一個就是懷孕 其實它疑似盲腸炎 懷孕的盲腸炎不好診斷 跟小兒科很像 因為懷孕的時候 因為荷爾蒙的影響 很多東西比較鬆弛 它對疼痛感會比較下降 所以它痛會怪怪的脹脹的 第二個懷孕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子宮的高度本來在這邊 盲腸我們本來是在肚臍 跟右下的這個骨頭的外三分之一左右 可是你要知道 子宮慢慢撐大的時候 會被它擠到旁邊去 對 所以一定要 盲腸炎我們高度懷疑就麻煩了 我們能做的事情 第一個先能夠藥物治療 先藥物治療 盲腸炎不是每個大家想像的 都一定要開刀開掉 是 所以我們就是會先藥物撐的 可是有時候撐到受不了 它還是疼痛 那我們就必須開刀 可是開刀更麻煩的是 那要怎麼麻醉 對 第二個 所以孕婦割盲腸嗎 有 很多 也很多 剛剛提到孕婦如果有 疑似盲腸炎我們先藥物治療 但是如果藥物控制不好 該開刀 下一步就是一定要開 為什麼 如果盲腸炎不處理 就像剛剛講的它如果破掉 其實它不只敗血症的問題 第二個它會刺激到子宮 這個子宮常常會不斷收縮 誘發一些早產 真的有想到爆發的發炎 這不行 所以要先 我之前就有病人 其實它就硬拖硬拖 拖到後來真的破掉 只好開一個很大的傷口 那要不然一般孕婦的盲腸炎 因為它位置比較不一樣 它位置要更高一點點 的確傷口會開大一點點 那我只能說該開的時候 就要開開 可是大家不要以為孕婦的 右上腹痛就只有盲腸炎這個 我之前還有別的 還有什麼 有啊 你肚子有什麼 就可以長什麼 我之前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在懷孕出去 我就發現他右側卵巢 有一個卵巢腫瘤 那個大概叫雞胎瘤 雞胎瘤它是一種先天的 良性腫瘤 其實在懷孕期我們先放著 但是我們那時候有跟他 特別提到一個小狀況 如果這個腫瘤扭轉了 卵巢在兩側 很像那個手這樣晃一晃去 可是如果扭轉了 扭住的時候血過不去 這個卵巢會害死掉 其實會非常沉痛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特別警告他 因為統計學上大概 四個多月到五個月要小心 果然這個病人在五個多月的時候 突然急性腹痛 痛了一整天沒有好 來到那個急診 他就是卵巢整個右邊扭轉 我們那時候很希望 他扭轉是不是可以卡住稍微回來 可是觀察一天不行 而且這種疼痛會誘發子宮收縮 說出來子宮就一直在收縮 最後迫不得已 我們還是開刀進去 接下來開刀又麻煩了 我們要哪一種麻醉 哪一種手術方式 對啊 所以這個case 我們後來選擇負腔鏡 但是是有點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想 子宮這麼大檔在這邊 負腔鏡戳進去 還有一個空間 所以後來我們是選擇用負腔鏡 負腔鏡手術 因為它會灌二氧化碳 有人如果去看書就知道 二氧化碳會造成 二氧化碳濃度比較高 其實對於懷孕的時候 比較沒那麼好 可是該處理就要處理 所以這個case 我們後來還是勉強用負腔鏡開 其實它的吉他臉 我們就幫它處理完 也就恢復得良好 但我要先說一下 就是說其實內科外科的界線 已經越來 大家的觀念很可能 就是吃藥是內科 開刀是外科 但近些年來 這個界線已經越來越不清楚了 因為以前我說內科不動刀 可是大家看心臟內科 現在它做導管 對不對 那個時候手術了 對 然後你看腸胃內科 現在拿一個東西也戳到你 看腸胃鏡 對 人家也到裡面去了 所以外科呢 外科現在很多 其實由它來判斷 這個到底開刀好 還是治療 還是內科的療法好 其實最重要的是 身為一個品格高尚 以及內外兼修的婦產科醫師呢 我今天其實要告訴大家 就跟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就是好貓 內科外科 其實只要能治得好的 它就是一個好科 所以在中間的拿捏就很重要 我分享一個小故事 我當總醫師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 組織醫師會收Case進來 那陳慧就要討論 其中有個Case進來 肚子兩側都有個大腫瘤 大概12公分 那一看的確是卵巢的腫瘤 電腦斷層跟超音波一看 那一報的時候 那那個年輕的婦產科醫師 我們外科系當然是覺得腫瘤嘛 進來當然是要開到十幾公分 還不開怎麼可以 但是身為一個內外兼修的 資深的腫瘤呢 我看了一下我就跟他說 其實這個腫瘤 另有玄機 因為這個超音波一看 它是一個轉移來的瘤 轉移來的瘤就有一個問題了 它很可能是從別的地方轉移 如果是最常見的是 甲狀腺胃還有一個是淋巴 血液來的 甲狀腺這麼遠耶 在這裡耶 對 有時候投奔自由也不顯遠 它還是可以跑很遠 然後所以這個一看呢 後來有時候不行 還有再查看看 而不是直接開刀 因為每個人的理由就不太一樣 結果後來這是一個 淋巴癌它就不是手術型的癌症了 它其實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化學治療 化學治療以後就好了 所以其實要判斷才是最重要 內科外科只是一個工具 所以今天因為我剛剛聽到 我們這世界已經討論很久 我希望我們今天一屆要團結 我們的slogan就是 We are family 對 這零頭 當民意是危險的 因為通常上了一週刊 才會變民意 那所謂的神醫 常常後來查清楚都是秘醫 不是講真的 因為寶藤哥下一集就要上一週刊了 我們要先消毒 可是我常常講就是說 要當什麼醫 當良醫 良醫不是大家想 其實對得起自己良心的醫師 我剛剛講 甲衛宜剛剛講的其實就是 我覺得一個好的醫師 在年輕住院醫師時代 就看得出來他的未來 我現在講就是 我過去年輕的 你不用講 你靠寫書的好了 但是我要講 高尚的婦產科醫師 但是是認真的 我覺得我們以前 當住院醫師就知道 哪個同學 大概同儕在年輕訓練時代 會不會有成就 大概就知道 之前我也是年輕住院醫師時代 那時候 因為在大醫學中心就這樣子 前面是老師看 門診看完就收進來 我們其實在後面顧家的 進來就做一些評估 有的要開到就怎麼樣 這是一個比較年輕的 Case才三十幾歲 其實他來的主述是什麼 你一開始會在腸胃科晃一晃 有的腸胃科簡單的開個藥 這是二十年前的Case 現在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婦產科的腫瘤 於是會到婦產科看 婦產科果然在門診超音波 因為那時候是比較年輕的醫師看 一看到 哇 肚子有積一些水 而且卵巢有兩顆大大的腫瘤 超十公分 開玩笑報告當然就寫卵巢癌 老師一看到 因為那時候主治醫師 超音波通常不自己看 一看到報告寫 疑似卵巢癌 接下來一步是什麼 搜住院 然後我們就搜住院 可是我們入院 我們會先看超音波 我一看那超音波的影像 因為我那時候比較青年 第三年住院醫師 一看那超音波影像就不太對 因為我們的卵巢的腫瘤 其實長相還非常多元化 如果是裡面卵巢自己長出來的腫瘤 它比較實心 看起來就是整片的黑白白的 那個一看就不對 我們叫Mouse-Eaton Mouse-Eaton它比較像是轉移來的 轉移來的它是從卵巢的血管進來 所以它從裡面會空心吃掉 所以看起來就變成 很像乳酪一個空洞一個空洞 所以那個卵巢腫瘤 跟一般的卵巢癌的腫瘤 是不太一樣 我們一看我就說這不太對 因為本來是要排開刀 我說如果這種是從外面轉移來的 那就要查看看 因為仔細一問 當然腸胃不好 我們卵巢到後面 其實很多腸胃都不好 因為都吃不下去 那我們還是例行性 最常見的還是 所以第一個我就先排 因為我問了一下 那個瘦的樣子怪怪的 我們先排那個腸胃鏡 腸胃鏡一看 因為那時候很認真 像現在就不會去根據 他們腸胃鏡在看 我們現在懶得開 就直接開給他們就看 我們跟過去看 那個非常典型 我們叫John 4 John 4是什麼 它其實是胃的淋巴癌 胃的淋巴癌 其實它會在胃的黏膜下撐得很大 所以它的 我們胃本來有皺褶 皺褶是為了消化跟膨脹 但是它這個淋巴癌把它撐起來 那個Fold 就是那個皺褶就變得很寬很大 所以一看大家就知道 這個大概是淋巴癌 大家可能覺得 都是癌有什麼差 不一樣 其實是淋巴癌的話 它下一步是化療 它不用開刀 如果是我們一開始 我們會把它開光光以後 然後才知道淋巴癌 那可能後面還是做化療 可是你會多開一個刀 所以這就是順序的差異 當然主治醫師很謝謝我們 不過我覺得這流程上 本來我們就是把關的人 如果照比較年輕的醫師接了 軟超癌 那就開進去就好了 所以這個Case有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那時候內部教育 總醫師也請我們要說就是 其實每一關都要守住 這就是大醫學中心的 品管的一個重要 其實對於排斥治療 最常見的是在懷孕 因為現在醫療也常明 大家查查資料也知道 可能有哪些治療 通常來就診都是問 要做哪些治療 它只是要確定而已 但是懷孕從自古以來到現在 都不願意接受治療 那現在可以接受 牙痛 感冒 他願意吃個藥都接受治療 可是有三種種類 我們目前臨床上看到 我順便做個說明 其中一個就是精神科的 尤其精神科 比較嚴重的叫做 思覺失調 以前我們叫精神分裂症 我還記得我年輕醫師時候 永遠都記得那個 精神分裂症的病人 其實這個病人 我們是年輕醫師 住院醫師 收老師生完的 這個case他是精神分裂症 其實他一懷孕就不願意用藥 但是這是十幾年前的事 所以他會擔心就不用藥 那不用藥過程當中 我就很佩服我的老師 因為他會反覆的 有幻聽 幻覺 然後一定吵吵鬧鬧 好 不用藥生完 生的那一天產房有交班 說這個人在產台上大鬧 他說上帝要來救他 結果上帝原來是他的 主持醫師過來 把他生完以後就好了 然後回到病房的時候 我記得我去看他 因為那時候我在守產後病房 過去看的時候 他大吵大鬧 他是住三人房 另外兩個就趕快跑走 然後他就 我要去看他 我就去說 那個某某某 你有哪裡不舒服 因為他坐在床邊 我說我趕快蹲下來跟他講話 你知道嗎 那時候年輕一時就好 那我們要平等 結果他會說 你為什麼再能跟我講話 那我不舒服你怎麼知道 我跟你講隔壁都 一堆人要準備謀害我 我就知道這 真的是嚴重的精神科 憂鬱是嗎 後來就趕快召回精神科來 來強制他的治療 可是即使在那個時候 包含他自己本人 他的家人都不願意 他接受藥物治療 所以觀念必須要修正 如果就是有這類的 思覺失調的話 其實大家要了解 只要你好好治療 其實整個運期會非常Smooth 而且你如果沒有好治療 其實你會造成一些寶寶的風險 因為你萬一換聽換覺 做一些危險行動 反而對寶寶比較不好 那這比較少見一點點 而且多數在之前可以知道 但第二個是非常常見 當然大家會排斥 憂鬱症或者情緒管理疾病 這類情緒的疾病 我們現在越來越多 因為市民去檢查 就是憂鬱症或焦慮症的人 很多 一旦懷孕 通常就不願意吃藥 真的 一旦懷孕 他就不願意吃藥 他寧願睡不著 睡到睡不著的時候 再用總統的方法 讓自己打婚了去睡著 甚至於我前陣子才一個Case 他老公本身是精神科醫師 他其實沒有到憂鬱症 他只是有一陣子很不容易睡著 結果他好不容易 終於有一次是在太難睡了 吃了他老公的藥 結果在吃了那個藥以後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反正沒多久他就懷孕了 反正他就懷孕了 那是什麼藥 他之前結婚四年都沒有懷孕 然後吃了那個藥 那幾天他就 之後兩個禮拜就懷孕了 然後他就很生氣又很緊張 說都是我老公叫我吃那個安眠藥 他平常以前ㄍㄧㄥ的可以 他老公也無辜 他老公 他老公則是精神科醫師 只好來說 那個陳醫師 你來幫我解釋一下 你婦產科醫師還願意聽你的 我說很正常 我老婆也不聽我的 所以我來拯救他 其實我要先講 孕期的不論是安眠藥或精神科的用藥 絕大部分都是可以使用的 大家不用再擔心 但孕期的精神情感類的疾病的控制 最重要的是藥控制 第二個藥物的種類盡量減少 我們大概也不超過兩個或三個以上 其實像精神科的用藥 常常到後來會有很多的互方 常常吃到四種五種 我們目前所有研究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所有用藥在兩種以內 基本上沒有增加什麼太多的風險 所以不用擔心寶寶 當然因為在1990那時候 有一篇很好的論文 結果他說憂鬱症的人吃精神科的用藥 其實你小寶寶以後也容易憂鬱症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有很多的論變 但是在2009年開始新的論文出來 就說這20年其實大家誤會了 是你本身憂鬱症 寶寶未來本來就比較容易成狼 以後憂鬱症 那其實你要重視的是 你在孕期這個過程中好好處理 因為你只要好好處理 你產後憂鬱症才會大幅下降 要不然你不處理 你產後憂鬱症會比一般人高四到六倍 所以第二個 在憂鬱症的部分也請大家記得 需要用藥 但是可以減量 再跟你精神科醫師好好地溝通 那第三個其實我們真的也會遇到 是 那癌症其實我想江醫師 或者其他的都遇到過 孕期如果遇到癌症 要不要治療 好難喔 當然要 當然要 很大的衝擊 治了那些化療 不會破壞一些身體的 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 其實我要先講就是說 還是要根據所有的疾病的種類 還有這個胎兒能夠存活的時間 比如說今天你很可能是在懷孕初期 兩三個月就知道了 那這個疾病的化學治療或放生性治療 的確會影響到的時候 我們會溝通 而且你有很好的生育能力的時候 我們也會討論 這個時候醫師會不會跟別的醫師 彙整這件事情 我們通常會 甚至身心科也會一起來 另外只要看那一科 如果不一定是我們婦產科的癌 因為以前常遇到的 甚至是淋巴癌 胃癌 甲狀腺癌 乳癌 其實都會遇到 那跟大家講 絕大部分的化學治療 其實都不太會影響到 寶寶的繼續的發育 甚至於就算會影響 我們也可以做選擇 更重要的是 小朋友其實在六個月以上 就足夠的存活 到八個月以上 其實真的不行 出來都活得好好的 所以像在國外 在幾年前就有一個 很特殊的個案 其實他大概七八個月 知道得到乳癌 其實在我們來看 根本就沒事 我就覺得很好 不是很好 就是起碼是 比較好的得到的 因為你七八個月 你大概知道大不了寶寶出來 而且其實同步 你就做手術或化學治療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母愛氾濫 突然大發 他就覺得我餵了小孩 我一定要完成生育任務 以及給他最好的環境 甚至餵奶 他就硬撐 撐之後 其實生完可以開到 我還要餵奶 所以他拖完到生完六個月 六個月後來 其實沒有辦法治療 這個Case 我記得在之前 國外的網路也看過 實在是不好意思 沒有 我是請你發言 沒有 其實神醫都是冥冥之中 我一直覺得 這很有趣 應該是那一家公廟跟我們 有病人被我們指引過 有合作關係就對了 我以前我有老師 他真的特別跟我講 他就是在中南部某一家 每一次都跟我說 你要到台北 台北中山 中山南路 就去旁邊 中山南路只有一家大醫院 就是台大醫院 你要找一個信仰的 那時候剛好主持醫師 只有一個信仰的 每個都來找他 那時候不孕症什麼等等 這個老師講給我們聽 那時候我們聽 也是姑且聽其有 老師講笑一笑 他覺得說應該是 有那個宮廟的住持或什麼 他把它譯好 所以就拼命轉接 因為我那時候才 還沒有生正式VS 我們可以看診 一個禮拜才一診 然後就有Case來 那個是個 子宮檢查早期的 癌症重大疾病 通常你到大的醫院去 一定會打聽好 要給某某人 其實你不會直接 隨便掛一個人進去 所以他出來找我的時候 我說這個大概臨起來 雖然我的研究 那時候也是在做這方面 我說你這臨起來 其實基本的處置是 做椎狀切除其實就可以了 可是你如果不放心 可以做整體子宮的切除 因為他也快50歲 他就說 其實他聽完我解釋 他願意做 以往我們的經驗 你如果年輕醫師就知道 我們很認真解釋完 然後通常過一陣子 會出現在別的老師 對 然後放秋風 結果下禮拜回來 還真的照時間約了來開道 我那時候心中默默的感動一下 就覺得其實我們應該是 談吐得當 結果後來跟我說 陳醫師其實 我要來看你之前 已經我們家神明 我拔過筊了 神明說 去這家醫院可以 然後確定排道的時候 他又再去問住室 住室說 你去這邊朋友 你在找裡面名字 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你知這麼清楚 那時候整個不產科 只有我名字有個人 對 所以他就開得很放心 其實老實講 這個刀沒有那麼的難 因為我那時候 剛好在參與副將軍 所以他用副將軍的開刀 整個恢復很好 比那時候傳統開刀更好 他就說 其實神明指示很好 其實這個case 我印象之所以深刻 其實不要小看 對年輕醫師的一些支持鼓勵 不論他是來自於神明 或者你個人 其實他會給他很大的支持 從此以後又有如神助 開刀就很高興 一直開下去 這是奇異耶 結果分享一個 其實更好玩的 其實冥冥之中 因為瓜哥 我們現在這個節目太有名了 其實在北美很多 我那裡有一個 61歲 他有些子宮頸的病變來看 61歲 那我看一看 看完以後 解釋完 他說 嗯 果然我們家 老婆爺 老婆爺都出來了 因為61歲 我想說 還有人比他大嗎 他說 陳醫師 我跟你說 因為你們常上醫師好辣 這個節目在北美收視很好 我媽特別叫我 一定要來看你 他說 你媽 我想一下61歲 你媽 結果我一問 他媽媽91歲 在LA特別跟他講 你一定要來台北看 某某陳醫師這樣子 結果解釋完 果然我們就給他一個 很好的答案 他其實是在觀察上過 那最後一個我再來講 割包皮 我怎麼搶到確定了 你哥過嗎 這個現在 可是我們講割皮 我們講的是單一性別 包皮男生 對 我就要講 割包皮 其實 女生也有包皮 其實包皮是英文翻過來的 包皮的概念 其實應該是說 男生是龜頭 女生相對於龜頭的地方 叫陰蒂 陰蒂前面的一塊皮 包覆著它 其實就叫包皮 只是華人比較少 去注意身體的器官 其實你仔細去看 你的陰蒂前面也有一塊皮 只是這個多或寡 你比較沒有特別注意 而且你從小 你媽媽也不會教你 像教男生 要把它翻出來清洗一樣 其實我們最近也處理 類似這樣的個案 其實在國外 已經慢慢受到重視 重視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 如果包皮包覆的過度 陰蒂是比較敏感的器官 其實它如果 將會影響一些性的滿意度 所以在國外有受到重視 第二個其實 現在人因為運動 像我前幾天診斷一個就是這樣 它其實外陰的地方 就很不舒服 我們一看 其實它的確是包皮比較過長 小陰蒸也比較大偏一點 可是一般這種癢 大概就是外陰癢 可是它癢很特別 就一塊方形 然後方形又有點三角形 我迅速的診斷 妳最近是不是開始騎腳踏車 她說陳醫師妳怎麼知道 因為那就跟腳踏車的坐墊 一模一樣 其實 只差沒有把那個 板牌K上去而已 它的問題就在於 以前它小陰蒸比較大的時候 其實它只是悶住比較癢 但癢就範圍 通常它就算了 那個我剛剛講的包皮的位置 其實也是有 但是這個女生 可能性生活也比較單純 並沒有特別注意這一塊 但我必須要講 現在在私密處的包含小陰蒸 以及包含陰蒂 包皮這個治療 其實在國外已經越來越受重視了 其實一部分是因為 國外在毛髮清理比較多 所以清理完了以後 我就會看到全貌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 就會注意一下一下 今天我去錄一個健康節目 其實它幕後製作 就突然跑來跟我說 包含醫師 我跟你說 最近月經常常亂 那我就說 那我們月經亂幾個常見因素 那個包含甲藏線 迷你激素 還有一些壓力等等 那我就說 其實如果甲藏線的話 輕跳會比較快 那我就說 那我先擺一下 因為在現場沒有辦法 那女的男的 對 女的男的 會有月經的異常 你覺得是誰啊 所以我就拔一下脈 其實我說 心跳速度還好 可是我覺得那個 游洗了 還不會拔這個脈 但是我覺得那個壓力有點大 就是我覺得你血壓 可能會比較高 那你要小心喔 你要去測一下血壓 那剛好另外一個腎臟內科在 我說你血壓如果剛好在 它診所在附近 你就先去檢查看看 他說真的喔 那我就檢查看看 兩個禮拜又回來 跟我說保倫醫師好險 你那天跟我聊聊天 順便弄 因為他已經很不舒服很久了 但他只關注在月經 結果是怎樣呢 原來還真的高血壓 那血壓160幾塊170 但是他平常 雖然我們做健康節目 他不一定會去量 所以以後健康節目 現場要放個血壓劑 真的 每個人進來先量一下 167在30幾歲 女生太高了 那果然一查 果然是剛好是腎臟 腎臟的血管 受到一些阻塞的時候 其實那血壓會莫名其妙高 尤其在年輕女性 所以那天真的是機緣巧合 我們就在不宜處有宜 就是一個月經的異常 聊一聊 竟然就找出他的腎臟的疾病 而且他腎臟已經有輕微的病變 所以那時候去找出來 其實早點處理 是會是好吃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 剛剛提到慢性的問題 其實在我們定義上 三月以上才叫慢性 三天不要來 我們還是在急進期 那剛剛 可是有一個疾病 我們醫療最喜歡看 一看就知道什麼病 這個病就怎麼檢查 怎麼診斷 怎麼治療很明確 很容易看得出來 也會改善 這是最喜歡的病 可是常常就會發生 這種疼痛類的 是垃圾桶型的病 我們怎麼樣也找不出來 那於是就有一些診斷碼出來 像我們在1990年代 美國也開始流行 我那時候剛好去受訓的時候 有一個名詞叫 慢性皮療症候群 對 CFSS 剛剛講慢性疼痛症候群 也是當初也混不太清楚 但是慢性皮療症候群 現在比較明確 我舉幾個例子 大家聽聽看 你有沒有這個問題 第一個有沒有 第三個 甚至肩頸症痛的時候 脖子你就覺得 第四個 電力沒有辦法集中 第五個 每天都覺得工作很累 很想回家 第六個 精神狀況不好 情緒比較容易低落 下一個 睡眠品質不好 常常睡起來不太安穩 你看 我跟你講 這六個裡面有三個 其實你就算 糟糕了 都有耶 都很重 對 還有一個 常常想要罵小孩的意思 對 對 那個屬於親子關係 在我屋子 那個要去看 所以 就是不舒服 這個慢性皮療症候群 也就是說 以前這種人 他會來 他會看很多科 他就睡眠不好看 神經或睡眠 其實當然很多會 繞到加一科那個部分 腎痛的部分好像 吃好一點 於是剛好 如果你剛好 比如說 你是腹部的腎痛 剛好又有前面 那個前因後果 於是就腹健科 給你一些治療 好像好一點 可是可能還有別的因素 腹腎科如果剛好 又是骨盆腔發炎 你就會被人認到 骨盆腔發炎的一個診斷 可是你就覺得 怎麼反覆怪怪的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 垃圾桶的病 可是有沒有這些不舒服 它一定有 因為很少人無聊裝病 除了少數騙保險費用以外 其實很少人 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病我先講就是說 到後來還是沒有什麼 特別答案 但是我們疾病診斷出來 就發現它還是跟 壓力的不正常用力 還有身體裡面的代謝 是有關係的 那我要舉一個例子就是 像我在10年前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有一個40歲出頭 一個3C的副總 你知道在台灣的 那個電子科技廠商 副總很大 他手上握幾十億的 大概百億的營業兒 其他來看病是他老婆 幫他求診 因為老婆說 我老公每天工作壓力很大 因為他們電子科技 其實是跨國際性的 常常晚上不太能休息 那他們幫他重要資助 他老婆來看我一些副科病 看好去 他特別來問我們 他說他老公 就是非常典型的 剛剛這些問題 去哪裡看 也不太會好 睡也睡不好 吃藥 安眠藥他又不敢吃 所以於是就要來找我們 那我們做一些檢查診斷 那時候剛好CFS 這個診斷出來 那怎麼去改善呢 請他好好睡 很難睡 請他去運動 也很難運動 於是就跟他說戒煙戒酒 這個人又不淹不久 你知道嗎 最後一個維持體重 這個人其實體重 因為老婆在公子 老婆講了一句名言 我老公是我家裡 非常重要的經濟資助 我雖然幫他保一億的受險 可是我不希望拿到一億 因為我老公的股票配合 比一億多 所以要放上一家 活著比手要好 對 老婆是代金師 他的問題就在於 學裡面其實是 產生一些 慢性缺氧變化 那我們就給他一些高激量的 抗 那個維生素 其實會改善一些 可是剛好那時候國內有一家科技公司 上市一些給癌症用的藥 其實它是改善食慾 那也促進一種叫自然殺手細胞 自然殺手細胞其實是跟癌症免疫有關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對於一些血液循環 以及身體比較疲累 也有一點改善 那我們就那時候出來看看 你知道我們醫生有時候沒辦法 就是雖然知道這個是給癌症病患 使用的改善食慾 可是也沒辦法就給他試看看 使用以後好很多 好功 好功 非常高興 那老公performance就越好 你知道嗎 就收入又更高了 所以他後來就 但是這老婆實在是很聰明 很會盤算 他馬上就知道 在哪裡買交便宜 他後來就沒有來玩 所以所以有時候就說 有時候 清算食 大家要注意就是 很多小疾病 其實看了好幾顆都找不出來 其實他還是要回歸到生活作息上 那生活作息可以改善的話是最好的 最好的所有的 如果所有的改變要選擇一個 運動是最好的 陳榮來就知道有他的用意在 陳榮在就有武打場面 非常好 這個 你是洪欽寶 所以 所以其實在 在你說會不會有鬥爭的場面 只要是職場 怎麼沒有鬥爭呢 其實每個科的特性不太一樣 外科系雖然比較霸 還要看科別 心臟外科恐怕最霸 因為心臟他一個人主導 心臟出一點問題這個人會掛 神經外科也有點霸 可是神經外科他開到要開很久 所以他在霸裡面溫和一點點 那個一般外科 我為了今天這個節目爆瓜哥 我真的在我們那個開到時候 試掉了這個 二十到四十歲的那個女性的 看護理人員 然後試掉一下 他說現在外科 一般外科很怪 一般外科比 內科還有娘 那個假罵 假罵都繞著 覺得自己念很多書 都繞著 趕著墨腳罵很多人 我說真的還假的 他們因為這是 這不是我個人評論 這是我們開到房的 十一位的人共同跟我講 以前外科比較兇悍嗎 不會 他們骨科 其實老實講 以前骨科 骨科我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個人覺得骨科 今天沒骨科嗎 骨科我個人覺得不太有氣質 因為骨科就是拿鑽子 拿釘子 其實他們很暴力 結果我這次調查 我想說骨科應該評價不好 所以我開到房的人都說 骨科最好 因為現在年輕一代骨科 汗臭都很好 體格超好 體格 真的嗎 以前骨科 斗骨科 都一定要身高180才能夠 真的 因為你要抬腳 抬腳那起來很暴 你沒有那個汗草 你哪裡搬得動 我們都看到都是陳怡之那種 陳怡之那種 現在越來越很好 陳怡之你不要看他那期 他力氣很大 但是我要講的是 不要只看身材 我們內衡還是還滿重要 那我要講的是 其實光那個外資會鬥以外 我之前出了一個 真的就是 我們其實那時候有一個外科 減重手術的教授 非常優秀 其實他來 當然他整 因為我們禮遇他嘛 所以包含開招房也一整成 都為了他規劃 因為那是自費手術 給他一個專屬辦公室 甚至他的病房 因為病人很多 我們就一整成給他 隔一陣子一個 骨科的大教授來 那個骨科教授 比那個外科教授 更資深一點點 骨科教授來說 因為他們以前是同事過 這個小老弟在這邊 怎麼有這個 那我們骨科 開玩笑 我們骨科 怎麼會輸給一般外科呢 所以他說 我也要比照辦理 完蛋了 你知道醫院就這麼大 我後來找那個公務主 我們找所有組 我後來真的打掉一塊 一塊空間 給他們專屬幫忙說 好 辦公室我終於解決了 接下來要病房 我說包含 包含教授 我們病房是不是可以公用 因為他們骨科也有自己的 本來就有一層 我們病房沒有他們漂亮啊 那還好 那就整修又整修 接下來說 那人家有專屬開導房 我們骨科量這麼多 應該有一個專屬開導房 我後來跟他說 包含教授我真的變不出來 那地下七樓那個 往生室旁邊 還有那個四樓空間有 他們要選擇 當然是開玩笑跟他講 他說他知道 好 因為他們就這樣 所以光擺平外科 不要說哪一科 內科跟外科 內科跟外科 對 因為內外科之間 其實在多數醫院 現在合作的人是比較多 對 真的 為什麼 那外科有些評估過 其實他不想開 就像那個哈孝遠 其實有時候是可以外科治療 可是為什麼他平平的 轉接你去別的地方呢 一定有他的道理在 因為應該是你非常可人 然後或者他覺得 你適合某一個類型的醫師 我也是這樣 對 所以他就幫你轉接了 所以他需要一個後送的團隊 所以內外科 其實我覺得現在的 那個氣氛是比以前好很多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